继缅甸副国防部长昂林吞将军疑似因赦免北跨国犯罪被带走调查后,又一名缅甸军方高层失踪了,这个人就是敏昂来大将的副手,缅甸军方副总司令梭温,有猜测认为,梭温失踪的原因,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上司起了一些不好的心思,见网是未了之来,这里是爱观历史,欢迎订阅,据报道。 梭温上一次在公开场合露脸,还是在本月初访问善邦南部的一处军方营地,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外界的视野中,甚至缺席了近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内阁会议。 不仅如此,会议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这名缅甸来大将副手的任何情况,仿佛大家都忘了有这号人,由于缅甸当局现在敏感的处境,梭温的情况自然引发了特别关注,尤其是他并非一个低调的人, 之前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脸,并更新自己的最新情况,关于缩温的去向。 缅甸国内的主流猜测有两个,一个是在本月九日遭到了一场袭击,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当时用无人机袭击了孟邦首府毛弹眠的缅军东南司令部,有说法称, 缩温当时正和一批高级将领在那边开会,以夺回丢掉的边境重镇庙瓦底,考虑到时间,地点甚至事件都比较明确, 这个猜测并非没有可能性,不过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这一点。 同时,缅甸政府军发言人佐敏吞否认了缩温遭受无人机袭击的说法, 在这一背景下,缅甸国内出现了另一种猜测,那就是缩温或许对敏昂来大将起了不好的想法, 察觉到这一迹象的后者果断出手将之拿下,这一观点认为,自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缅甸政府军遭遇了一系列耻辱性的失败,使得缅甸当局摇摇欲坠。 而缅军内部的裂痕也持续扩大,一些矛头被指向了敏昂来大将, 有人要求这名最高将领辞职,把权力移交给其他人, 其中就包括缩温,支持这个猜测的人还举出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在本月初的时候,缅军退役将军敏来在家中被逮捕, 虽然按照缅甸的官方说法,敏来被捕的原因是他涉嫌腐败, 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敏来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多次批评敏昂来没能采取有力举措, 打击反政府武装,应该说,关于敏来被捕原因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 缅甸当局的腐败情况,大家懂得都懂, 想在高层中找出一个完全干净的人, 估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敏来都已经退役了, 如果他屁股能坐稳,知道低调坐人,安分守己, 敏昂来似乎也没有必要特别拿他来开刀,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敏来被捕一事, 与苏温的失踪似乎也能联系起来解读, 毕竟由于政府军节节败退, 敏昂来大将的威信是肯定受到了打击。 下面的人趁机想上位,从逻辑上倒也说得过去,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苏温本人或许没有这个意思, 是其他人想让他黄袍加身, 不过即便是这种情况, 娘来大将也必然是要先下手为强, 铲除隐患, 相比前一种无人机袭击的说法, 后一种关于政变的猜测显然在外界更有市场, 不过客观来说还是那句话, 上述两种说法也只是猜测, 毕竟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而考虑到缅甸国内混乱的信息环境以及缅甸军方未必说真话。 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再观望一下, 但苏温出世确实是大概率的事情, 毕竟一些迹象实在是太过反常, 事实上苏温并非近期第一个出世的缅甸军方高层, 就在苏温失踪的一个月前, 副国防部长昂林吞也不见了, 有消息称, 此人因为涉及缅北跨国犯罪而被带走, 不仅如此, 调查要求还是直接来自中国, 按照消息人士透露, 中方是在一场会议上当面向缅方给出了这个名字, 而除了缅甸政府军上层出问题外, 中下层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之前就有消息称, 一批缅甸军官希望通过包机的方式带着自己的家眷逃往泰国, 而军官还能坐飞机, 一般的士兵就只能在溃步成军后直接越过边境逃往周边国家, 印度, 孟加拉国等国都收到了类似报告, 这些迹象都显示, 缅甸军方面临的局势是相当严峻, 不过, 缅甸来大将收到的倒也不全是坏消息, 就在这几天, 缅甸军方组织兵力夺回了与泰国接壤的妙瓦底边境口岸, 算是给自己蓄了一口气, 这里是缅甸与泰国最大的口岸, 算是一条经济上的大动脉, 缅甸当局此前已经丢掉了许多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口岸了, 如果妙瓦底也彻底丢了, 对于缅甸军方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缅甸来大将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正服武装也不会放弃这里, 下一次的战斗恐怕会更加激烈, 应该说缅甸局势已经足以给各方敲响警钟, 内战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外溢到了周边其他国家, 缅甸各方也必须明白, 打仗是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的, 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谈判的道路上, 不过看现在这个架势, 缅甸国内的各方势力都不打算在短时间内停手, 近年来, 缅北地区的诈骗活动愈演愈烈, 尤其是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频频发生, 这些犯罪团伙利用高薪工作诱饵, 将无辜女性骗至缅北, 然后进行非人道的压榨和剥削,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一面, 更暴露出当前国际社会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的诸多不足, 诈骗团伙通常通过网络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 以高薪、高福利为诱饵, 吸引求职者。 许多女性在面对高薪诱惑时, 往往忽视了背后的风险, 一旦被骗到缅北, 她们便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地狱, 诈骗分子不仅强迫她们从事诈骗活动, 还对她们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 这些女性在缅北的遭遇极其惨痛, 首先, 她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被迫与外界断绝联系, 诈骗团伙通过威胁、暴力等手段, 迫使她们服从指令, 从事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 若有反抗或逃跑的企图, 她们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甚至是性侵和虐待, 很多女性在这种高压环境下。 身心俱疲, 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 这些女性的隐私也被无情地曝光, 诈骗团伙会记录她们的个人信息、 家庭背景等, 然后用这些信息威胁她们继续配合。 同时, 这些信息也可能被用于其他非法活动, 使她们的生活受到长期的困扰和影响, 这不仅对她们个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也对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面对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 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弱势群体。 首先, 各国政府应加强对电信诈骗和人口贩卖的打击力度。 通过国际合作, 共同追捕和惩治这些犯罪团伙, 其次, 应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 尤其是对女性群体进行安全教育, 让她们了解潜在的风险, 避免上当受骗。 此外, 还应建立健全的救助机制, 为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女性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 帮助她们重建生活。 总之, 缅北诈骗事件揭示了当前国际社会 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的诸多不足, 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打击这些犯罪的行为, 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使她们免受伤害, 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